嘿,你知道嗎?台灣有一個傳說,外國人來台灣,過了七天,就會決定要定居在台灣,長期住在台灣 為什麼是七天呢? 我覺得是因為這個時間剛剛好,會讓外國人發現台灣最讚的七個特色 其實我也是這樣子喔,我本來來台灣晚,兩個禮拜,那過了七天,我真的不想回去,真的捨不得離開台灣 結果我真的決定要搬到台灣,我現在已經住在台灣十一年 那這個影片我也會用七天的時間拍我在台灣最喜歡的七個部分 好,第一個食物,剛到台灣的外國人會非常的驚訝看有這麼多我們沒有看過的食物 我不會講到全部,因為我真的會講到明天,但是我可以說我兩個最喜歡的甜點就是 酸冰,還有豆花 我真的覺得超好吃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法國沒有豆花,也沒有酸冰 就這麼好吃,這麼簡單的一個甜點,為什麼法國沒有? 外國人第一次逛也是會真的很興奮,什麼都想去看看,因為太多沒有看過的東西 雖然我已經在台灣很久,但是我還會常常去逛也是,我覺得永遠不會無聊 好,下一個海邊,台灣不管你在哪裡,你一定離海邊很近,我超喜歡 因為我是來自巴黎,所以對我來講,我很難相信,台灣你不要的話,每一個週末都可以去海邊玩 而且台灣一整年都可以下水,不會太冷 我們現在在小琉球,小琉球是台灣,我非常喜歡的一個離島 台灣很多離島,每一個離島,有一點像出國的感覺 就是不一樣的人生吧,對我來講就是甜湯 我覺得來這邊很輕鬆,很放鬆 台灣海邊繼續非常多可以玩的活動 我特別喜歡自由潛水,我也喜歡水飛,蟲籠,風潛,游泳,還是湯沙灘,曬太陽 台灣海邊真的很棒,你知道嗎?我是特別從台北來這邊為了拍這個一分鐘的畫面 圓圓真的好幸福喔! OK,先去台灣的山 我覺得是因為外國人剛到台灣的時候,不管你要住哪裡,看遠方一定會看到很多的山 台灣非常多的山,然後你爬山的時候真的可以發現台灣有多美 很多國家可能只有小山,還是離我們住的地方很遠 所以偶爾才會有機會看山 我到台灣的時候才開始爬山 台灣的山有很多不同的,有那些高山,百越超過三千公尺 這些山可能你要走路一整天,有時候好幾天 但是也有這種像現在的小山,我們現在在平溪 爬山可能只要二十分鐘,非常非常的快 然後已經有這麼美的風景 台灣的山很讚! OK,下一個對我來講,特別特別重要 就是台灣的機車! 我超愛汽車,我已經喜歡到兩次 然後做印象深刻時高雄到台北一天,很爽! 這個部分啊,台灣人通常不明白外國人為什麼這麼喜歡汽車 對外國人來講,汽車就是自由! 誰不喜歡自由呢? 你可以自己決定,什麼時候出發要去哪裡 不需要依靠火車,火工車 進車非常的方便,然後保養很便宜 是不是? 這個是我的第三台機車 我本來是從很舊很舊的機車開始 後來我買一個新的一百二十五CC的一般的機車 然後最後,我決定既然我這麼喜歡汽車 我買了大一點,好一點 尤其是它的煞車,有這個ABS系統 這樣的話,我騎車去很多地方會覺得比較安心一點 是不是很帥? 其實我騎車應該也要講兩個其他交通的部分 就是U-bike還有高鐵 你可以檢查我的平衡 我有一個很好的車的平衡 你的平衡是驚喜的 有時候,在紅燈,我會嘗試這樣 在99分鐘,你知道嗎? 也是兩個很讚的交通工具 台灣,不管你要去哪裡 一定有一個很方便的交通工具 可以帶你去 你知道機車真的是外國小朋友的夢想 我們小時候都希望長大以後 都可以有一個很帥的摩托車 然後法國摩托車不多,然後有點不方便 所以我從來都沒有考慮 但是到了台灣第一天,印象很深刻的就是 我發現到處都是機車 然後從那天開始我覺得 以後我好像真的可以買一台機車 台灣的機車 讚! OK,我現在想講一下關於台灣的文化 就算台灣不大 但是台灣的文化很豐富 有很多族群都會講不同的語言 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傳統 我現在在故宮 應該是台灣最有名的博物館 有點像法國的洛福宮 喜歡學文化的人一定要來這邊看展覽 我已經來過兩次,今天第三次 而且我今天非常的開心 因為我剛剛發現 有永久居留症的外國人 跟台灣人一樣 有郵會票比較便宜一點 我覺得好開心喔 現在有點像 屬於台灣的 不管是台灣的過年 元宵節,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 還是滿足勞進 台灣有非常有趣的活動 外國人會覺得 一定要去看看的 台灣有一個一定要講到的部分 就是方便 剛到台灣的外國人 真的很難相信 半夜可以出門去買東西 真的 什麼東西 我現在已經半夜12點 然後我再走一走我家附近 看看有什麼東西 通常這個時間我可能不會特別出門 但是今天特別為了拍這個影片 我決定要去看看家裡附近有什麼 那我已經看有很多餐廳 還沒關 然後全家Seven OK嗎? 萊爾夫 都還開 我真的覺得 哇 這個國家很厲害 很多外國人真的會羨慕台灣 因為我們 我的老家 如果半夜要去買東西 那對不起,真的沒有任何的選擇 你要等到明天 你可能會餓死 因為你要等到明天 台灣沒關係 你還是可以出門走一走 看你要做什麼 有很多選擇啊 晚上12點想買水果嗎? 沒問題啊 很誇張耶 是我第一次看到 晚上半夜 還是可以買水果 哇 有人這麼喜歡吃水果嗎? 不過為了拍Youtube的影片 圓圓真的很辛苦喔 圓圓會願意上山下海 半夜出發 喔唷唷唷 我真的希望大家會給我一個讚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今天來散步一下 我們現在到了最後一個部分 就是關於台灣人很友善 就是真的 外國人常常會聽到 有台灣人告訴他 歡迎來到台灣 就是歡迎來到台灣 歡迎來到台灣 歡迎來到台灣 謝謝 然後台灣人也會常常 可能讚美 外國人的中文能力 雖然可能沒有那麼好 但是他還是鼓勵他 繼續學中文 而且台灣人也喜歡 跟外國人聊一聊 可能是教他 關於台灣的事情 還是喜歡跟外國人開玩笑 就是願意 跟外國人 花時間 聊一聊 送你 我給你切一切 你一直走一直吃 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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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太好了 我們可以留在這裡 我們可以留在這裡 吃一整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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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台灣人會覺得 是習近平的習慣 但是我可以告訴大家 法國不是習近平 法國人不太好 法國人不太好 對外國人 如果外國人不太好 不會去告訴他 歡迎回國 然後不會去讚美他的法文 我們比較去 沒有特別的對待 然後有時候 在法國的外國人 也會覺得被 期許 所以 我覺得 能夠當外國人 住在台灣 很快樂的生活 我真的很開心 然後像我看我的影片 大家留言 大部分 99% 都是非常正面的留言 感謝大家的鼓勵 讓我繼續拍更多 YouTube的影片 OK 那我們現在已經過了7天 那有沒有被我說服呢 看完這個影片 你現在更了解 為什麼外國人過了7天 就會決定要定居 住在台灣 那我問你喔 你覺得台灣最棒的特色是什麼 有什麼東西我還沒講到呢 請你留言告訴我 欸 我想問你 你有沒有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沒有的話 你可以按訂閱 這樣你下次也會看到我其他 很好看 很有趣 很棒的影片 好 謝謝你 掰掰 喔對齁 最後一個我超喜歡的部分 就是台灣的天氣 台灣的天氣 好兇獸喔 哈哈